很多人看到姜字 就认为姜黄和我们厨房炒菜用的新姜是一样的 其实不是的 他们虽然都是姜科植物 但是分属不同的属 新姜属于姜属 姜黄属于姜黄属 他们的外观都有些区别 新姜皮是浅黄一点 切开之后都是浅黄色 而姜黄的颜色更加新的 表面粗造 还有明显的皱纹和环节 切开之后带有纳质的光澤 其颜色是鲜亮的黄色或金黄色 味道方面 新姜深纳 而姜黄带有些苦味 这个和他所含的姜黄素有关 大家好 我是姜医生 这一期的影片我们来讲讲姜黄 姜黄为姜科姜黄属的植物 它燃产于亚洲南部 古印度医师记载使用的历史 已经超过二千八年了 他们会使用姜黄作为燕料、酌色剂、中草药和香料用途 印度咖喱中的黄色的黎言就是姜黄 已经证实是起不同的保健功效的潜力了 姜黄的用途好讲 在烹调的时候 我们会用它来着色 或者用香料来使用 增加菜颜色香味 或者直接用来煮汤做菜都可以 姜黄的制品都相当多然 有姜黄粉、姜黄茶、姜黄素和保健食品 在我一个唐代本草、经典、深修本草记载 可以见得古人早已对姜黄的形态和用途有所认识 从中医角度来说 姜黄微苦、心、性温、日、脾经和肝经 它有一个破血行气、痛经止痛的作用 只要治疗一些血衣、气质所引起各种症状 比如有胸腹勒痛 或者有女性朋友的痛经、弊经 以及风湿逼痛的问题 即是说姜黄不单作为香料甜味 亦是一味有实际疗效的中药材 在中医临床中占有一席之地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刚无理》提到 姜黄、屈甘、俄述这三种药材 它的外形和功效相似 但其实各有不同 屈甘是偏重医入心经的 只要是折血的问题 姜黄除了折血之外 还可以入脾经,帮助理气 俄术只要走肛经 即是理气又活血 类姜黄素 是指姜黄中一类只要的活性成分 其总共占了整一块姜黄重量的3% 其中含量最多的是姜黄素 大概占了77% 下来就是去氧隔基姜黄素 占了17% 还有一种叫做去桑氧隔基姜黄素 占了大概3% 虽然听起来有点复杂 但它们都统称为类姜黄素 是姜黄中发挥作用的关键物质 姜黄素是目前销量最大的天然食用食素之一 在食品工业应用廣泛 比如饮料、糖果、面食、复合调味料 很多产品都有见到姜黄素的身影 同时现代医学也研究证实 姜黄素有抗燃、清除活性养殖油肌 抗氧化、调节长度紧群、保护心血管系统、抗肿瘤 修复脑损伤、改善血糖水平和以防老年痴癌 这种多种心理功能 在医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比如有些研究就发现姜黄素对心血管系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在心肌感死的情况下 蝎蝎的心肌细胞会释放出大量的溶媒体水解酶 同时产生大量的养殖油肌 就会进一步损伤心肌组织 研究人员用异丙腎上腺素诱导大鼠发生心肌感死 再被姜黄素干移 结果发现姜黄素可以有效清除养殖油肌 降低溶媒体水解酶的活性 稳定细胞膜 最终减少心肌坏死的程度 还有研究显示姜黄素可以调节长度滚群结构和素量 帮助将致病菌减少增加有益痕 从而达到改善长度健康的效果 而且姜黄素还有助于降低糖尿病大鼠的血糖和血脂水平 研究都发现可以通过调节体内的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相关通路 减少糖尿病大鼠的脑部的损伤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 说明姜黄素在代謝类疾病的管理上都可能具有一定的腐足价值 很多人可能不清楚姜黄素本身有几个明显的问题 它是不容易溶解于液体内的 它的发酷结构都不够稳定的 而且它进入了我们人体之后很快就会代謝了 这些问题就直接导致我们身体可以有效吸收和利用的姜黄素 其实数量很少的 即是我们的生物利用度低 比起实际应用中有很多不少的限制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科学家就想到一个叫封装修饰的方法 简单来说就是 姜黄素加层保护壳 或者用特殊的方式包裹起来 使姜黄素更加稳定 那么容易溶解 可以减少它在体内快速代謝的情况 从而提高身体对它的利用效率 那么现在这种姜黄素设计的封装递送系统的研究 都在商间领域大家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 那么有些朋友问 自己身 那么我们使用姜黄素有什么需要质的呢? 那么虽然已经有不少的研究指出姜黄素可能有抑制肿瘤 抗氧化、硬氧化、盐款、失智这些药理的活性 但是姜黄素是一种属于多分裂的化物 它本身不容易水 而且它是容易容易有机溶剂和油脂的 不过呢 单靠口服的方式来摄取姜黄素 我们身体吸收的效率其实不高 这是因为我们人体长度和肛状的代謝出度快 导致姜黄素在我们身体里的可利用力很低 即是说我们吃进去的多 但真正比身体利用的是很有限的 同时目前对姜黄素的研究文献它虽然不少 但大多数是停留在细胞实现或者动物实现阶段 真正高品质的临床实现还是非常有限的 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姜黄素的可能会影响某些药品的作用 例如它可能抑制血小板凌醉 降低血糖或者影响器官移植患者服用的抗排斥药物的效果 所以如果正在服用一些抗凌血或者抗血小板的药物 同时又摄取高剂量的姜黄素 它的七月风险就有可能升高 这个时候应该密切留意相关的症状 同样的糖尿病患者如果同时服用降糖药和大量的姜黄素 有可能会导致低血糖 然后呢 对于那些正在使用抗排斥药的二折病人来说 试入大量的姜黄素 甚至都有可能诱发这个排斥反应 另外呢 有可能会导致富或者是普鱼渠的父女 他有胆食症或者是胆道功能异常的人 或者是有七血症状的 或者是有糖尿病啊 蝎铁啊 或者是草酸害结石的这些患者 或者正在使用多种药物 如果是想服用大量的姜黄素 或者是咖喱或者是鸡或者是黄芥 或者是黄芥末 多谢大家